來我們來看一下齁 其他的APP我們帶有介紹 那你先看我們一般這個數位相機上其實也都會有 那你可以發現其實當我現在螢幕的光線關掉之後 我們的webcam也會有類似功能 現在這裡是不是很暗對不對看得清楚 可是當我把它打開 你注意到有沒有發現旁邊自動變暗了 有沒有一樣的道理因為它裡面要清楚嘛 那你可以看到呢我們在這裡 在右手邊這裡就有一個加跟減 你這樣看可能不順錢我把它按一下 有沒有看到正負荷之間 對不對其實你書位相機也有啊 只是你平常比較少用而已 因為都是我們傻瓜他聰明嘛 反正你負責按下去就好 那所以呢其實你透過這個地方 你看我們從這裡去調 有沒有一樣變量對不對 對那他只是把這些數值放在什麼 放在我們的那個裡面而已 所以其實行動APP也會有這樣的功能 讓你去方便去做調整 那這樣你看的就很清楚 那我們再來看幾個 這個就到這邊 好那我們再來看幾個這個APP的部分 這裡呢還有一個我覺得您可以留意的是這個地方 這個 這個是專門在做什麼夜間拍照的 事實上其實我們APP很多都有夜間照相的功能 只是有時候你已經要用了 然後再找到那個設定 這條欄 就稍微看不到 所以我會找一個就是像這樣的 就直接拿來用 因為他很簡單 他主要就是這兩個功能而已 好那他一樣會做連拍 一樣會做連拍 那我們一樣就秀給各位看一下 你會比較清楚一些 好我在這邊這裡有一個 所以我就直接打開 因為我可能會用到嘛對不對 固定一定是夜拍 有可能是什麼 在室內比較暗的情形 那他本身自動會把那個 那個EV值就會 就是那個負光值會調比較高 所以你會發現 有沒有發現我們這窗戶這邊 很明顯亮很多 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我們室內整個會亮很多 因為那個負光值變高了 所以你直接用 我就不用再做調整了 對不對 所以有些時候我們可能 會有類似這樣的需求的時候 你就直接拿出來 直接APP就拍了 那麼他上面會有一個這個地方 你可以看一下在這裡 上面這裡有沒有 這就是高動態範圍 High range這個 這個 那他可以切過去高速的 有沒有 有沒有 因為其實我們一般 在光線不足的狀態之下 比較容易什麼 比較容易晃動 各位有沒有注意過 光線不足的情況下 你在拍照的時候 尤其如果是對方有在移動的過程的話 很容易拍到模糊的 像我們如果在戶外拍 用所謂的運動模式 是不是可以拍到比較快的 可是那戶外是什麼 光線充足的時候 今天如果光線不充足 你怎麼拍 他就是怎麼晃 很多都變成模糊的 那你這邊就可以選擇 你是要高速度的還是要怎麼樣 還是要比較慢一點 就是那它的Range比較廣泛一點 如果你是高速度的 我切過來 他的 你按下快門的時候 他拍照速度會快很多 有沒有 他就自動幫你處理一下 你會發現處理起來 來 現在看這樣子 有沒有 那這個 一張 會像這樣子 所以他在 就是那個 處理上的話 其實會比較快 如果你速度比較快 他就是拍比較多張 去挑 幫你做合成 所以這個是一個 那另外呢 我們再看看喔 在這邊 還有一個 好 你往下看 這個其實就還好 比較像那個Line Camera 那 他也是一樣 他就是比較多的 那些可愛的圖 讓你去修 所以他 像這個 就包括了一些什麼 笑臉 眼鏡 可以變大一點 哈哈 然後呢 會有一些像髮型 什麼 那其實像眼睛變大一點 有些東西 有些人喜歡 怎麼樣 就是拍照的時候 瞇瞇一點 那這個其實倒還不錯 還不錯 你可以用手動的方式 把它變大一點 好 這個 這種方式的 其實是大家比較接近的 那所以呢 我這邊 實際 讓一下給各位看 大概就知道了 好 把它切過來 OK 這裡有一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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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先直接拿這個 拿一張照片出來 這個我們昨天 昨天去 好 這邊 你可以 點了下面這個 就可以直接變修 那 我把它放大一點 好 好 那麼你可以看到這邊 有像什麼美容啊 其實我相信大家都很厲害的 我們只是告訴各位 你會有這樣 像這個大眼睛 哇 這裡 沒有找到適合的 他會自動幫你判斷了 好 我現在先用一個 液化濾鏡 好 那你可以來這邊 他用手指嘛 點到他 他 這個會變大一點 這樣子 因為那個臉部沒有很清楚 所以可能這樣做 你會比較不一樣 事實上這個功能在哪裡 我們Photro Ampick 跟Photoshop都有 欸這樣的功能 就是他 其實有點像我們剛剛眼睛 那個意思一樣 他 會讓找到 就是讓你想要變大一點的 把它變得 好像放大鏡這樣會變大一些 好 那我這邊就先把它還原一下 好 好 那修飾這邊其實就還蠻多的 這個 我想看到這個 看到這個 應該大家都知道了嘛 對不對 好 你要把它放進來 他就是可以像這樣 去找到 你可以加很多個 好 你可以加很多個 這邊有很多 類似像這樣子的 欸 所以你可以玩看看 可以玩看看 那當然這個 應用下去就是都 是原始那張照片就會改變了 好 就會改變了 那這個是 您可以參考 那麼等一下呢 我們還要介紹一個 是比較特殊一點的 是什麼 因為除了拍照以外 現在 很多人 出門 都 都 上課也好 都不用帶講義 都不用帶講義 因為 都用拍照的 所以 這裡有一個 叫做 這個 Google的雲端硬碟 它來做什麼 掃描的 因為其實很多 比如說 你看到海報也好 對不對 或者是看到 一些你的講義 那你剛好沒有帶紙筆 也不能帶走 所以 這個時候很多人 都用照相的 那 如果 有很多張 你是要變得好幾 很多張 就是那個很多張照片 那麼你可以把它 利用這個 Google的雲端硬碟 它有一個叫做 掃描的功能 它有兩種方式 一個是變黑白的 也就是好像影印機一樣 直接影印 或者有些時候 我們看到人家的 名片啊 對不對 直接 掃描起來 那如果你多張的 它可以直接變成PDF 而且你存到雲端之後 Google會幫你做什麼 文字辨識 文字辨識 那所以呢 當然這個雲端硬碟的部分 您可能要先安裝一下 我不確定 各位有沒有 沒有 你如果沒有的話 您可以到這邊 在下面這裡 有沒有 雲端硬碟的APP 您把它安裝起來之後 您的電腦裡面 應該 應該說APP裡面 就會出現這個 這個圖示 好這個圖示 那我這邊呢 給您稍微看一下 好 你看喔 在這邊 好 在下面這裡 好 在下面這邊 我把它按下來 那其實雲端硬碟也是 其實一個蠻好的工具 那比較特別 我們今天並不要講它的那個 檔案的部分 而是下面這裡 有沒有看到一個叫掃描 有沒有 在下面這邊一個掃描 那所以 如果說你今天你的文件是這樣子 好 我有一份講義 那我放在這邊 好 那麼 你就把它對好了對不對 OK 我就把它拍下去了 有沒有 預設的話 它會自動根據你的什麼 文件內容 自動裁切 有沒有 而且它會幫你做 就是黑白的加強 所以我們剛剛那一張 其實是比較 比較就是 混在一起 因為我下面 像我這個下面有沒有 有疊在這個紙上面 可是你現在這樣看的話 是 會比較清楚一點 對不對 它會幫你變成黑白的 它會幫你變成黑白 預設啦 那如果你不要變黑白 也可以 它在這邊 你可以按一個設定 這裡有沒有 圖片增強效果 預設的話呢 在這個地方 它會 你可以選擇自動 或者彩色的 好 那你也可以變黑白的 我們現在是自動的 所以它有判斷 這張其實是什麼 黑白的 所以它會幫你做增強 好增強 所以你的 這個會看得比較清楚一點 那如果你有第二張第三張 好 假設這個範圍你要的話 你可以選擇 那 如果你覺得它裁太多的 上面這裡有一個裁切 有沒有 你可以自己再調整一下 因為有些時候 有些人他放的 因為畢竟是 行動裝置 所以可能沒有剛好很正 你可以透過這個裁切 再重新調整一下那個位置 好 假設這樣子 OK 有沒有 你要把它放大一點點 如果假設 這一張 我再加一個 來 好 如果你有第二張 你就按 再按一個加 好 到這邊 一樣我把它拍起來 OK 好這個黑白的 就比較 不是那麼好看對不對 因為它加強太多 所以你可以再 調整一下 增強的效果 這個我就把它關閉就好了 這邊沒有 好 這樣恢復原來的 好假設我到這邊就結束了 那我們就按打個勾 雖然我剛拍兩張 可是它會變成什麼 PDF 變成PDF 就好叫你去影音一樣 好去影音一樣 所以呢 這樣就完成了 那麼 我看一下在下面這裡 這裡 有一個PDF 有看到了嗎 對不對 在下面這邊 你可以把它打開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 這樣就兩張在一起了 對不對 所以萬年臨時沒有影音機 自己拍一拍 也可以解決 而且比較重要就是說 它是把你變成PDF 變成一個檔案 而不是說每一張就是單一個檔案 那因為有些時候這樣你要整理 反而比較麻煩 對不對 這個是給您稍微參考一下的 那這個是我們在APP的部分呢 跟各位介紹幾個比較不一樣的 比較不一樣的 那我把畫面就還給您囉 好